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 13、57 我国8500万残疾人 同步迈入全面小康 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 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实现突破 残疾人权益保障更加有力 这几天 山东东营市赵寺村村民田海梅 经营的网上小店生意红火 订货的人络绎不绝 此前由于身患残疾 田海梅一直靠低保生活 是政府为她量身打造了 网上带货课程 电资帮助她在家 建立起电商家实体小店经营模式 帮助她摆脱贫困 如今一家人的日子 越来越有笨头 13、57 我国有710万 像田海梅这样的 建荡利卡贫困残疾人 如期脱贫 贫困残疾人家庭收入增长了2.7倍 在消除残疾人绝对贫困的同时 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的安全网 也在进一步健全完善 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13、57 我国累计投入1300多亿元 为1212.6万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 为1473.8万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 残疾人脱养照护服务的水平不断提升 各级各类脱养服务机构已达8370个 486.3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各种形式的脱养服务 完善兜底保障的同时 国家通过多种形式不断增强残疾人的发展能力 2020年 全国特教学校达到2244所 在校生88.1万人 特教专任教师6.6万人 近十年来 残疾学生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比例 均接近或超过50% 全国实现了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 从小学到高中阶段教育的12年免费教育 与此同时 我国为残疾人参加普通高考提供便利措施 5.8万名残疾学生进入普通高等院校学习 黄英是宁夏首位使用盲文试卷 参加普通高考的残疾考生 当年以高出理科一本分数线85分的成绩 被武汉理工大学录取 明年将完成硕士研究生的学业 国家有政策给我了很大的帮助 给了我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能够让我和普通学生一起 一样地去自由地选择专业和职业 让我体会到了真正的融合教育 给了我一个实现梦想的计划 给了我一个实现梦想的计划